我们现在进行盲测 那我们现在第一杯跟第二杯盲测哪一杯是 先盲测到底两杯也不一样 觉得一样的话就帮我打 冷冰的觉得一样就帮我打勾 第一杯跟第二杯一样就通通打勾 觉得不一样就打茶 觉得第一杯跟第二杯哪一杯比较好喝 二比较香吧 你觉得二比较香 那你觉得呢 香的那一杯你就写一个香 在冰的地方第二杯香的地方你就打一个香 再来一杯 太好喝了 太捧场了 你喜欢第一杯吗 你喜欢第一杯 好 生意太好了 你喜欢第一杯吗 我想再喝一下第一杯 你要实在的说 是有关我们的性命安全 好那我们这边刚刚就是泡了第一杯 小老师泡了第一杯跟第二杯 那我们看他的茶色跟味道 我们现在喝的是冰的就是实测 这边泡了三杯 我们做了一些实验 答案出来没有 投票完成了没有 大家都打勾吗 都打勾吗 我觉得差不多 我觉得第一杯比较香 我觉得第一杯比较香 可是我可能是第一口喝这个 对啊 那怎么跟我一样的答案 来你呢 你是第二杯 好那我们现在来喝第三杯 第三杯 要把它喝完 我们第三杯要喝 来一干而净 不想喝完吗 这样不行 如果连喝都不想喝完 那表示我们这杯就卖不好 不是 不要吓掉 你这样感觉好像你要把它倒掉 我很难过 他很想不要吓 好那我们第三杯 我们要来判断 你可以先不要倒掉 因为我就说要没有比较 没有像 第三杯我们要判断 第三杯跟第一杯还是像 还是跟第二杯像 考验你的味觉名类度 对他的杯子不高兴了 杯子神不高兴了 杯神不高兴了 那第三杯跟哪一杯比较像 你觉得第三杯跟二比较像 觉得二的举手 好那我们就写第三杯 把它写第三杯 下面写第三杯跟第二杯很像 好 很好 very good 好我们这一派